特朗普到底有没有感染新冠肺炎 绝对是近期全世界网民最关注的八卦 尤其是特朗普和副总统在海湖庄园接待了巴西官员之后 巴西总统府社会传播秘书处负责人 法比奥瓦金加腾被确诊了 瞬间所有参加过宴会的人都被一并从有了 对这事呢 特朗普的回答也挺有意思啊 宴会上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在 你说在那就在吧 这不叫睁眼说瞎话 这叫睁眼说你没证据分清真假的话 也是挺多政客的常用招式 就是说虽然我和彭斯都跟他合过影了 好几张照片里都有他 看着站着离我们都挺近的 但是我都没注意有这么个人存在 可见我没跟他有亲密接触 这招虽好 但是巴西总统用不了啊 总不能说自己带的团自己人都不认识 于是哥们儿乖乖去检查了 结果出来是阴性皆大欢喜 躲过一劫 再回到特朗普和美国副总统彭斯这儿 为什么就是挺着不检测呢 这好处就是 是薛定恶的新冠病毒 你不测永远都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 这样就能规避说谎的风险 真不知道 别人就不能指控你说谎 这个操作和前段时间 日本政府不给民众检测是一个道理 你不查就不存在 据说现在各国领袖感染新冠肺炎的赔率 都已经出来了 这赔率最低的分别是特朗普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巴西总统波索纳罗 巴西总统clear了 加拿大总理自我隔离了 就差特朗普了 昨天的发布会呢 特朗普吐口了 说可能在未来接受检测 但很明显还是托字绝 可能这俩字啊 让解释权永远在他自己手里 不承诺就不担责 看人家的热闹总归是不地道的 大家自行体会就好 不要瞎留言啊 快手 看见哪一种生活